她是著名影星,被戴力霸占数年,女儿竟然成了民国总统夫人。 她是昭明影星,被戴力霸占数年,女儿竟然成了民国总统夫人。 今天说的这位美女叫胡宝娟,提起这个名字,我们会觉得陌生,可是一旦提到蝴蝶名字, 大家就会说,原来胡宝娟就是昭明影星蝴蝶,胡宝娟出生在上海,由于她父母就她一个, 所以,她从小就被娇生惯养,生活安逸,再加上胡宝娟聪明伶俐,讨人喜欢,邻居非常喜欢她。 父亲是政府工作人员,让胡宝娟上学,在那个重男轻女,民智为胎的封建时代, 女孩子能够上大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,胡宝娟没有让父母失望,学习很刻苦, 十六岁时已留意的成绩考入了电影学院,可能是蝴蝶该吃演员这晚饭吧。 她进了学校以后,先生喜欢表演这一行,而且学得很好, 经过一番努力,胡宝娟一年后成功出演了第一部电影, 开始了她的辉煌演艺生涯,在她事业正好的时候, 胡宝娟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,叫蝴蝶,她希望她像蝴蝶一样美丽。 当蝴蝶拍摄一部电影时,她遇到了一位制片人, 很快坠入外河,但蝴蝶发现她不是好人, 拿着蝴蝶的钱吃喝嫖赌,蝴蝶看清真面目以后, 狠心和她分手,一心投入到了喜爱的演艺事业, 经过几年单身,蝴蝶找到了她命运的真命天子, 潘友生,两人在亲戚朋友的见证下, 进入了婚姻殿堂,蝴蝶的婚姻很幸福, 常和别人说她不想当演员, 只向安静在家过日子,在帮老公生个孩子, 过一个家庭主妇的普通生活。 但命运总喜欢和蝴蝶开玩笑, 因为戴笠看上了她,威胁蝴蝶必须和她好, 否则就杀了胡的丈夫。 为了老公,蝴蝶忍辱负重, 当了戴笠的情妇,过着生不足死的日子。 当时,蝴蝶想死,可是一旦想到她丈夫, 她就坚强活下来, 幸运的是戴笠在1946年意外死亡了。 蝴蝶得之后,欣喜非常, 赶紧回到了她丈夫身边, 安详地过着后半生。 蝴蝶有一个女儿,她叫胡有松, 从小就给了别人, 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, 还常被养母打骂。 长大后,通过努力,胡有松当了护士, 在家庭阴影的影响下一直未婚。 后来,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, 她与孤身一人的民国前总统李宗仁结婚了, 成了总统夫人。 风光无限, 陪李宗仁在全国各地旅游。 方问, 过着幸福日子, 蝴蝶如果知道, 肯定很开心。 请不吝点赞。